嗨,大家好,我是小麦,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书叫幸福的方法,本书的作者是来自以色列的台本沙哈尔,他在哈佛大学被称为最受欢迎的导师,受聘为多家跨国公司的心理咨询导师,被企业家称为摸得到的幸福,幸福的方法是哈佛大学排名第一的课程,被16种文字翻译,风靡20多个国家。 沙哈尔坚定地认为,幸福是衡量人生唯一的标准,是所有目标最终的目标。 今天,小麦就要和你分享书中的四个重点,让你可以马上找到幸福的方法。 故事要从冠军的痛苦开始,沙哈尔从小梦想成为必求冠军,为此他常常忍受饥饿,他特别喜欢吃汉堡,他立下志向,等拿到冠军要买四个汉堡,一口气吃掉它。 16岁那年,他夺得了以色列必求冠军,他非常开心地冲到汉堡店买汉堡吃,当四个汉堡出现在眼前,他突然觉得索然无味。 在夺冠的狂欢过后,当天夜里,他突然很空虚,感到迷茫和恐惧,甚至流下了眼泪,冠军的目标并没有给他带来如愿的幸福,随着时间一切归于平淡。 从那一刻起,他立志研究如何才能让人更幸福的问题,直到他成为哈佛大学积极心理学教授。 据心理学家研究表明,乐透大奖中了一千万的得主,平均一个月时间,幸福感会回到得奖之前,而遭遇车祸截肢的人,平均一年的时间幸福感也会回到车祸之前。 这组数据告诉我,幸福与状态无关,幸福是一种能力,无论你拥有哪一种状态,现在拥有一亿现金,受人尊敬的社会地位,健康的身体,美丽的容颜,完美的事业爱你的人如果不能拥有幸福的能力,生活一样不会幸福。 就像很多富人自杀,他们似乎拥有一切,但却丧失了幸福的能力,那什么是幸福的能力呢? 幸福的能力是一种对快乐的感知力,而幸福的反面并不是不幸福,而是麻木,对周围任何事情都没有感觉。 真正的幸福是在追求生活的同时能感受到当下的快乐。 沙哈尔教授用幸福四项线来告诉我们如何找到幸福的方法。 第一种人现在幸福,未来不幸福,这类人属于享乐行,他们的特点是逃避痛苦,今朝有酒今朝醉,享受现在的快乐,却为未来埋下了不幸的种子。 就像吸毒的人,他们不知道自己打下了一针后,自己就到了未来,为了暂时的快感而毁了自己的一生。 第二种现在不幸福,未来会幸福,这类人属于忍辱负重行,终日为目标奔波, 总有一些人在说,等我长大就好,等我工作就好,等我创业就好,这类人无论过多少年,永远都不会幸福,因为人的欲望是不会被满足的。 我会因为一个目标实现了,就永远淡定。 当你没有车的时候,希望有一辆属于自己的车,当你有了车,你希望自己的车比别人的车更好。 当你换了更好的车车,最终也只不过是代步工具,你的生活中的烦恼不会因为你有了更好的车而彻底解决。 任何期望,通过改变外部环境来改变自己幸福状态的想法都是不切实际的。 当你陷入了忍辱负重行的状态,你的生活会在求不得苦中不断盘旋,千万不要陷入自己的盲区,不断地希望改变什么,才能够得到幸福。 这是人生最大的陷阱。 第三种人现在不幸福,未来也不幸福,这类人属于无助行。 他们的特点是人生像走在黑暗的隧道中,永远看不到前方有产生乐趣的可能。 所有的东西都没有意思,他们的生活总是在习得性无助中度过。 比如泰国人训练大象,小象从小在恐惧的环境中长大,让他以为相声就是如此,只有服从才能少受点苦。 这就是习得性无助,而这种无助是生活教诲你的。 很多人都会在生活中陷入习得性无助,而自己不知道。 事实上,只要你愿意学习,愿意改变很多东西,就有改变的机会。 第四种人现在幸福,未来也幸福。 这类人属于幸福型,他们既为未来努力,也懂得享受当下的快乐。 我们会时常怀念大学生活,但我们无法再回到过去。 我们也时常憧憬未来,但我们也无法突然到达未来。 唯一感受的就是现在。 此刻,如果你感受不到你现在你拥有的东西给你带来的快乐, 你的心总是在怀念过去或憧憬未来。 那么你此刻就会变成了空白或痛苦。 而你所怀念的过去,其实也没有你想象中能体会那时的快乐。 那时你可能为了考试在焦虑,可能为了工作在发愁, 可能为了没有钱而烦恼。 这就是人生最痛苦的地方。 当你失去一个东西的时候,你才会感受到对它的珍惜。 人生是需要有欲望的,但千万不要被欲望所折磨。 当你还没有开上奔驰的时候,你应该为你还拥有健康的身体,可以自由地呼吸,行动自如的能力而感到快乐。 在为你未来努力的同时,也在开心地享受这个努力的过程,能每时每刻觉知自己的存在,保持正面,活在当下。 这就是幸福的方法,那如何从其他类型转变为幸福型呢? 首先要从逆水型思维模式改变成交友型思维模式。 逆水型模式是你感觉永远被人压在水里,总想憋一口气出水面就好了。 我们是不是时常在想,等我考上大学就好了,等我结婚就好了,等我创业就好,创业以后,你才会发现,噩梦才刚刚开始。 而交流型思维模式是,当你计划去交流的时候,你总会感觉兴奋尖叫,接着你会开心准备交友所需要的一切。 当你在坐飞机的时候,你会很开心,当你到达了目的地的时候,你会很开心,当你千辛万苦到达了打卡的景点,累得半死,只为那一张照片,你依然会很开心。 人生的目标就是去你想去的那个目的地,但是千万不要忘记感受旅途中随时能够让我们快乐的东西。 当你能够感受到每一刻的快乐,你人生所积累下来的回忆将都是快乐的,而不是痛苦的。 这就是本书要告诉我们的方法,那你的幸福象限属于哪一类呢? 欢迎大家留言分享。 其实在日常生活中,我们常常在这些象限中来回跳转,因为通过外在事物可以解决人生的问题。 人生的痛苦在于,当你忙于生活,拼命赚钱的时候,你满脑子都想着未来有一天能够去到海边的一个小镇,过无忧无虑的生活。 但是真的到了小镇生活,又会纠结大好时光,为什么我不去努力赚钱呢? 这就是人生纠结的地方,如果人生不能解决这种纠结,你的幸福能力是没有办法调高的,所以我们要时常反省自我,尽量争取更多的时间停留在幸福的象限中。 其实幸福就在你我身边。 好了,这就是今天小麦和大家分享的幸福方法。 感谢大家的聆听,愿佛法的智慧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内心体悟。 如果你喜欢本期的内容,不要忘记点赞和关注小麦的频道。 如果你不喜欢的话,那我就继续努力吧。 下期见!